胡歌官宣当罢了 2023年1月的最后一天 胡歌发文官宣当罢 透露妻子是圈外人士 为了让孩子顺利诞生 所以迟迟没有官宣 可能是因为同期好友都已经结婚生子的缘故 胡歌官宣之后 粉丝也都替胡歌感到开心 圈内好友圆红第一时间发文送上祝福 恭喜胡歌夫妇新手爸妈上岗 还说闺女可是来至爹的呀 专制各种不服 圆红这个语气 看来已经想象到胡歌哄孩子的场面了吗 下面评论区还有网友建议娃娃亲 这有点太早了吧 随后先见另一位主演唐嫣也送上祝福 称恭喜舅舅舅妈 小姐姐可以陪妹妹玩了 看来唐嫣和胡歌私下依然有联系 自己的孩子都叫胡歌舅舅 现在又有新的玩伴了 郭小婷也在评论区发了好几个庆祝的表情 来恭喜胡歌 先见三的朋友们要来集合了吗 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就有网友爆料胡歌疑似隐婚的消息 随后胡歌的结婚瓜就不断 但工作室一直是全面否认的状态 如今看他的内容 显然妻子并不是最近几日才生产 很可能是有一段时间了 也有爆料称因为要给孩子上户口才不得不公开 而当年胡歌接受采访表示绝不会隐婚自己遇到适合的会公开的而他否认的就都是假的 另外胡歌多次透露过下一个人生目标是当爸爸想要早点生孩子 在六年前的一次访问中 胡歌还说父亲这个身份可能是他最看重的 也说不想跟孩子的年龄差距太大 到时候他们最能玩的时候 我玩不动了 这不好 如今看来胡歌还真是身体力行的在默默行动 另外近些年他的作品并不多 参与王家卫指导的电视剧也还没有彻底杀青上线 给人整体感觉就是他早已回归享受生活 事业心并不太强 可能这也是胡歌半退圈的原因吧 有了家庭 更多的就享受家庭快乐 而关于妻子的身份 胡歌之对外表示并不算公众人物 之前不官宣是因为害怕孩子出生被打扰 所以希望外界包含 不过有网友爆料 胡歌妻子是高知家庭出身的女性 两人门当互对 还有2017年就有媒体拍到胡歌神秘女友的画面 对方去他家夜会五个小时 被猜测恋爱了 从照片上看 女方长得相对清秀 穿着也比较简单休闲 看上去非常贤惠的样子 如果真的如此 那还是可以理解胡歌不公开恋爱的原因了 毕竟对方是圈外人 如果一旦一开始就公开 很容易造成困扰 也会影响两人感情 倒不如低调点 最后还是祝福胡歌升级做爸爸 也恭喜他成家了